如果你跟我一樣也是微積分老師的話 那我相信你一定有同樣的經驗 那就是當你在教怎樣用定義找導數的時候 比方說我們來找sinx的導數用定義哦 你知道這個時候一定會有學生在後面把答案叫出來cosx 因為他們已經知道了 但是當你問為什麼的時候呢 他們就講不出話來 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想要學這個definition of derivative 當老師是心很累對吧 Yes, I know 那怎麼辦呢 怎樣去教學生這個definition of derivative嗎 很簡單 就出一題一定得用definition of derivative 所以他們就一定得好好學啦 所以今天呢給你們介紹這一題 我們的函數是f of x等於x平方乘以sin of x分之一 那這是當x不等於0的時候 那如果x等於0的話呢 我們f的值是0 那我們要找的是f在0的時候的導數 那首先先講一下 這個f呢其實一直都是連續的 包括0以內 因為呢如果f不是連續的 我們就不用做導數了嘛 所以要先講一下 那你們可以繼續證明一下 就是做它的極限當x必須0的時候啦 好那我們看到這個的時候會覺得很奇怪說 為什麼我們不用懲罰法則 然後跟連鎖率把它算一下就好了 我算給你們看看 那如果我們要把這個作為分 這只是在x不等於0的時候 所以先寫一下 for x不等於0的時候呢 我們f prime of x 拿到的是 首先用乘法法則 先不為x平方 但是為 這個 所以就是cos x分之1 然後同時呢 不要忘記連鎖率嘛 所以我們要參與 x平方分之負1 然後再加上 第二個就是 sine of x分之1 然後參與 這一位的導數就是 2x 那這兩個呢可以消掉 我們拿到 f prime of x 等於 負的 cos 和 1 over x 然後加上 2x sine 和 x分之1 好 這個是f prime of x 那如果我們想要把0帶進去 其實不可以喔 因為 他說不可以 但是 就算他沒有說不可以 我們有x分之1 x在分母也不可以嘛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做極限 看看如果我們做 Limit x 逼近於 0 的極限 那f prime of x呢 是這一位我們就把他寫下來 - cos x分之1 然後加 2x sine x分之1 怎麼做 把0放進去 這個是0 那 sine x分之1 0在下面 這是不存在 0乘以不存在 等於什麼 是0嗎 答案是0的 但是我們不可以這樣子說 我先 寫一下好了 這一塊呢 是0 但是呢 要做的方法呢 叫做 Squiz Theorem 或者三明治定理 就是 The Sandwich Theorem 那底下呢 我們也會把它寫出來給你們看 但是這邊我就說一遍 先說一下是0好了 好這個就沒問題 就是一個指 馬0 那這邊就有問題啦 當xb 近於0 負cos x分之1 它呢其實會在 負1跟1一直跳動 一直跳動 一直跳動 所以呢 它沒有極限的 這就是 Does not exist 不存在 不存在 Dne 好 我們 來做這個 你都知道了 要用定義來做嘛 那我們先把 f' prime of 0寫下來 那定義是什麼 當然呀 看一下這個板子嘛 用這個來做 好 Limit x b近於 這個數字就是0 然後上面呢 我們有 f f of x 減掉 f of 0 下面是 x-0 好 我們這個是 x必須於0 所以 x不等於0 我們 f 就看這一位 所以我們要看 Limit x b近於0 那分母是一個x而已 那分子呢 這個是 那個 x 平方 乘以 sine of x分之1 那這個 f of 0呢 因為它是0嘛 所以 就是0啊 所以就這個邊 然後這兩個可以消一下 我們 主要是看 Limit x b近於0 然後這是 x 乘以 sine of x分之1 那這個極限 跟這個很類似嗎 就是個2 剛剛沒有做 現在做給你們看 做這種極限呢 當我們有sine cos的時候 我們用 Squiz 0 來先把它寫下來 首先知道 sine of 任何一個角 它一定會是在 -1 跟1 之間 我們把這個x分之1丟進去 我們可以說 sine of x分之1 它呢 一定也會是在 -1 跟1 之間 再來呢 我們要乘 一個x 所以我們可以說 x 乘以 sine of x分之1呢 它一定會是在 -x 跟 x 之間 接下來呢 我們 再看這邊 拿極限 那我就直接這樣寫 s x x goes to 0 左邊這個呢 就可以很好地找出來 就是0 右邊這個呢 也是很好地找出來 就是0 中間呢 我們這樣寫 Limit x approaching 0 然後 x 乘以 sine of x分之1 那這一位極限呢 一定也會是在 這個0 跟這個0之間 那是什麼 在0跟0之間一定會是0嘛 所以我們可以說 這個極限呢 它其實就是 0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說 我們剛剛做的事 叫做 squeeze theorem 或者叫做三明治定理 那就搞定啦 所以我們看到了 f' 0呢 它其實就 只是等於0而已 對 沒有錯 我們做了一大堆事情呢 到最後答案就是0 所以我們是可以把 用定理 然後去把這個0 放到 f'裡面 但是呢 這樣子做 就是會有問題